The Islamic extremist group Isis now claiming the Japanese man they were holding hostage is dead 台湾时间一号清晨 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发布日本人质后腾剑二的影片 后腾疑似已经遭到斩首 阿贝 因为你的热乱决定 要参与一个不赢的战争 影片中筷子手把矛头指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表示因为他选择和其他盟国站在一线 后腾剑二才会付出惨痛代价 伊斯兰国还会持续锁定日本民众 日本的恶梦才正要开始 随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召开记者会做出回应 不但对家属表达哀悼之意 更态度强硬 强调不会原谅伊斯兰国 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 官方长官简易伟也同声谴责 并表示将立刻召开会议 研讨应对措施 面对后腾的死讯 目前约旦政府还没有回应 但有消息指出 被求约旦飞官的亲属 目前也遭到伊斯兰国囚禁 家属听到后腾的死讯后 忍不住崩溃 记者喜特宣报道